在战国七雄当中,燕国似乎一直都是一个很奇葩的国家,虽然是战国七雄之一,但是燕国在战国时代的戏份却少得可怜。 要说燕国在战国时代都发生过哪些事情,绝大多数的历史爱好者第一反应估计就是荆轲刺擒,然后就是五国伐旗,再就是最后燕照网千金买股招揽人才。 除了这几件事之外,要说燕国还发生过哪些事情,恐怕很多人就得多想一想了。 相比之下,其他几个国家,它们比较出名的历史典故都比燕国多,哪怕是并非战国七雄之一的宋国,存在感似乎都比燕国大。 之所以会出现这种奇葩的现象,原因其实就只有一个,那就是因为燕国的地理位置实在是太靠北了。 战国时代和燕国接壤的国家基本上就只有齐国和兆国而已,所以燕国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基本上就只能和这两个国家唱对手戏。 至于说,韩、魏、秦楚这几个国家,因为距离燕国太远,其实很少有直接的对手戏。 那么,除了荆轲刺刑和五国伐旗之外,燕国历史上还发生过哪些事情呢? 历史上真实的燕国到底是一个怎样的国家呢? 燕国的历史其实得从西州初期开始说起。 话说当年商朝末年的时候,一场木野之战让商朝彻底结束。 提到这场战争后世最熟悉的应该就是杨姐、哪吒、雷震子这帮人。 但实际上,这帮人其实根本就不存在,真正帮周武王打仗的其实还是他们老鸡加刺激人。 在这些人当中,有一个人就比较特殊,此人名叫姬氏,他是周武王的大哥。 只不过当年周文王娶了好多媳妇,和正妻生下了周武王,然后在生周武王之前和其他女人先生下了这个姬氏。 当然还有一种说法是,周文王和正妻之前先生了老大博弈考,但是博弈考被商周王淡掉了,所以周武王才顺位晋升了一位。 反正在老鸡加内部,周武王是嫡长子,可以继承国家,而姬氏就是树长子,只能给周武王打工。 虽然是给自己弟弟打工,但是姬氏还是很耐力气的,在那场周朝取代商朝的战争当中,姬氏一直冲锋在前,算是周武王会下最得力的助手。 所以,商朝灭了之后,周武王登基那天,姬氏就站在周武王身侧,和周武王一起祭天。 和姬氏一样,站在周武王另外一边的就是那个会解梦的周公。 有那么大的功劳,周朝开国之后,姬氏自然要被分封出去,自己单独领导一个诸侯国。 所以后来,在周武王室内部的安排之下,姬氏就被分到今天北京市房山区琉璃河镇,建立一个国家,这就是燕国。 如果放到今天,那姬氏被分封的这个地方自然是个好地方,这地方在北京市内部,虽然算是比较偏的地方, 但是今天的房价依然在一万五亿平方米。 虽然比不上海定那边动辄十万亿平米,但是和全国其他地方相比,也算是挺高的了。 要是放到今天,估计姬氏被分封过去之后,光是搞搞房地产,就能成为各大诸侯里面的首富了。 但可惜的是,放在三千年以前,这地方可真不是啥好地方。 当时,周王氏之所以要把姬氏给分出去,并不是让他去享福的,而是为了帮他抵御北方的戎敌。 这地方在西州初期的时候属于兵家必争之地,而且随时需要面对北方戎敌的袭击。 周王氏在这边建一个诸侯国,就是为了在北方建一个屏障,保护周朝核心区域的安全。 说的不客气一点,其实就是让他去做保安,给周朝看大门去了。 不过,作为周武王的述出大哥,姬氏本人其实还真没承担过这个看大门的责任。 因为就在燕国被分封之后不久,周武王就死了,而周武王死后他的嫡长子周成王即位。 因为周成王即位的时候还是个小孩,所以周武王临死之前就把国家托付给了姬氏,以及那位会解梦的周公。 此后的十多年里,因为姬氏要忙着处理周王氏这边的工作,自然也就没法去燕国上任了。 所以他的儿子姬克,替他去了北京那边,成了燕国实际意义上的第一位国君。 当然,也有种说法是,燕国本来就是分给姬氏儿子的。 反正总之,从西州初期开始,燕国开国了。 和战国时期其他几个著名的诸侯国相比,燕国算是开国最早的一个了。 同为战国七雄的其他国家,秦国得到春秋初期才正式开国。 而韩赵魏三国得等到战国初期才有。 齐楚两国此时倒是有了,但春秋时期的齐国还是江泽雅他们家的。 而战国时期的齐国后来则是被老江家下面的一个大臣给窜去了。 至于楚国,此时虽然名义上有了国家,但实际上其实也就是个大典的部落而已,文明程度特别落后。 相对来说,和这些国家相比,燕国其实是赢在的起跑线上。 但问题是,这种国家竞争从来就不是短跑,而是长达数百年的长跑,赢在起跑线上真没什么用。 而且接下来的两百多年,从西州初期一直到西州后期,这期间燕国的历史完全就是一片空白。 这两百年内的燕国到底发生过什么,有哪些国军在位,他们都叫什么,具体什么时候在位,在位多长时间,每个人都做过什么,所有的这一切我们全都不得而知。 这倒不是什么阴谋论或者有人故意抹去这段历史,而是因为燕国实在是太远了。 要知道,西州的首都市岗京,在今天的西安地区,即便是今天,从北京房山区开车走高速路,一路不休息,也需要至少12个小时,走1000多公里才能到西安。 而在3000年以前,想要跨越这1000多公里,那就难得没边了,保守估计,也得至少走一个月的时间才行。 因为燕国的地理位置实在是太偏,所以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燕国和中原核心地区的那些诸侯国,基本没什么对手系,来往也很少。 这就导致在其他国家的历史当中,对燕国基本上就没多少记载。 而燕国这边,当时记载历史本来就很困难,注定不可能记载得太详细。 再加上,后来秦始皇焚书坑入的时候,把六国自己记载的历史都给烧了, 而秦国作为一个春秋初期才建国的国家,自然也不可能去记载燕国在西州时期的历史。 如此一来,燕国在西州早期的历史自然就成了一片空白。 直到西州晚期的时候,到了那位烽火系诸侯的周幽王他爹在位的时候, 燕国这边才终于有了历史记录。 当时燕国这边在位的是燕慧侯,他已经是那个姬氏的九世孙了。 从燕慧侯开始,接下来的一百多年里,燕国大概又传了七代人。 对于这七代燕国国君,我们同样还是知之甚少。 除了知道有这么几个人,知道他们的嗜好之外, 对于他们到底做过什么事情,我们是一无所知。 不过,在这百余年当中,中原地区的历史大背景倒是发生很大的变化。 随着一场风湖系诸侯事件的发生,西州首都岗京被西边的犬戎给打下来了, 然后周幽王被杀,周王室的直属军事力量瞬间被消灭了七七八八。 这场战争结束之后,周王室的直属力量暴跌, 在关中地区的力量便是几乎损失殆尽。 所以后来没办法,接下来即位的周平王只能选择把首都东迁到洛阳地区。 而随着周平王东迁,周王室的直属军事力量瞬间衰落, 那些原本就憋着独立造反的各大周侯国, 自然开始纷纷独立,然后开始相互混战兼并。 就这样,一个混乱的春秋时代就此到来了。 而对于燕国来说,燕国本来就地处边陲,天高皇帝远, 如今周王室又衰落了,对燕国这边的影响力更是近乎为零。 这就意味着,燕国以后可以直接在北京这一片搞扩张了, 再也没谁管得了他了。 这个权限无疑是相当重要的。 要知道,后来春秋战国时期, 那几个数得上的大国几乎都是在春秋初期的时候迅速扩张, 成为自己所在区域的霸主, 所以才能奠定后来强大的基础。 如果错过了这个机会, 等到后面几大巨头逐渐划分完自己的势力范围之后, 再想举起,那就不太可能了。 作为一个老牌诸侯国, 燕国当时显然有实力对外扩张, 不过,当时燕国想要搞扩张的话, 还需要面对一个很棘手的敌人, 这个敌人叫做山戎。 所谓山戎就是指当时生活在燕山地区搞打猎生活的那么一群人, 这些山戎人因为常年打猎的关系特别骁勇善战, 而且这帮人打仗比较耍赖, 人家根本不跟你玩大兵团作战, 山戎更喜欢小规模进行袭扰, 等到你的军队来了之后, 人家就撤回山里。 如果你派军队进山, 数量少了, 人家就可以根据主场作战的优势, 直接利用地形优势把你全部歼灭, 而如果你派的军队多了, 人家也能借助地形优势轻松逃走。 所以, 面对这些山戎人的袭扰, 燕国是不胜其反, 而且还不可奈何, 毕竟燕国的军队再厉害, 也不可能直接把诺大的燕山给推平了。 当然, 后来燕国在和山戎斗争的过程当中, 倒是也掌握了一些对付山戎的技巧, 比如说, 利用能工文明的优势, 引用山戎人下山生活, 靠打猎为胜的山戎人, 生活质量肯定没有农耕为主的燕国人那么舒服。 所以当时燕国就用这种文明层次的碾压, 引用山戎人下山生活, 然后把它们同化掉。 再比如, 燕国可以修筑城池, 提高山戎人, 袭扰燕国的成本。 毕竟, 山戎人难缠的地方, 在于抓不住他们, 如果他们大规模工程的话, 反倒能让燕国省去很多的力气了。 就这样, 燕国一边和山戎纠缠, 一边不断扩张, 当时在燕国周围, 扩张的方向其实也非常有限。 毕竟, 在燕国西边的山西地区, 有一个堪称庞然大物的禁国, 而在燕国那边, 也就是河北南部, 再加上山东河南, 这地方又有齐国、 鲁国、 正国等一大堆的强国。 所以, 当时燕国能够扩张的方向, 几乎就仅仅直线于北京地区。 而当燕国占领整个北方地区之后, 如果再想继续扩张, 要么占领整个燕山, 然后跨越燕山, 向内蒙古草原那边发展。 而作为一个农耕文明, 不管是燕山还是草原, 显然对燕国都没多大价值。 而另一个方向就是向东北地区发展, 而这个方向也确实是燕国后来主要的扩张方向。 不过, 如果想要向东北这边扩张的话, 其实也不太容易, 因为这地方地形比较特殊。 今天, 如果我们从北京坐火车去东北的话, 基本上肯定会走北戴河、秦皇岛、山海关这条线, 很难再找出第二条路。 之所以会这样, 主要是因为这条线叫做辽西走廊。 辽西走廊一边紧爱着大海, 另一边则是重重大山, 这种特殊的地势导致辽西走廊非常的狭长。 连现代人都只能走这条路, 那么在两千多年以前的燕国, 自然也找不出第二条路了。 而当时的燕国如果想要通过辽西走廊, 大规模运送补给和人口前往东北, 并且大规模开发东北, 这个工程量实在是太大了。 再说, 当时燕国周围的大山都是山荣人的地盘, 如果燕国敢这么做, 当燕荣人是吃素的, 人家能不下来抢你吗? 所以, 在整个春秋时代, 燕国只能靠蚂蚁搬家的方式, 缓慢地向东北地区扩张。 而当时的东北地区也不是完全没人, 而是生活着以孤族国为代表的一些小国, 还有很多强大的东湖部落。 如果燕国想往这边扩张, 就势必要和他们发生战争。 一边和这些国家部落打仗, 另一边又得防着山荣人袭扰, 这样的燕国想要迅速扩张, 自然不大可能了。 所以在整个春秋时代, 燕国都只是占领了北京地区, 至于在东北地区的扩张则是相对有限, 直到进入战国时代之后, 随着野铁技术成熟, 燕国的生产力和国力大幅提升, 再加上当时山荣人基本都被燕国给同化了, 这之后的燕国才开始大规模开发东北。 所以, 进入春秋时代之后最初的一百年里, 燕国基本上还是没什么可靠的记载。 我们只知道, 这一百年里, 燕国逐渐占领了北京地区, 至于说具体发生什么事情, 这期间打了哪些战争, 我们就真的不知道了。 直到百年之后, 大概到了奇环宫称霸的时代, 有关燕国的历史记载终于开始多了起来。 因为之前的很长一段时间里, 燕国在北京地区相对独立, 和其他国家很少有交流, 但是到了奇环宫称霸的这个时代, 因为几个大国开始崛起, 都有了各自的势力范围, 并且开始相互侵占其他大国的势力范围。 到了这个时候, 燕国就开始和其他国家有对手戏了。 因为有了对手戏, 所以燕国开始频繁出现于其他国家的历史记载当中, 而这些历史后来流传了下来, 所以就被我们这些后世人看到了。 在奇环宫上位之前, 燕国这边是燕环侯在位。 这位燕环侯也算是燕国历史上, 除了那位开国国君基士之外, 第一个在史书上有详细事迹的国君。 据史书记载, 当时山肉人比较强大, 经常深入燕国境内袭扰。 所以后来, 为了躲避山肉人的袭击, 这位燕环侯就直接把燕国的首都 从北京房山搬到河北戎城一带, 然后没了。 有关燕环侯的记载确实不多, 但这对于燕国历史而言, 已经是一个很大的进步了, 至少有详细的事情了。 而接下来, 到了燕环侯的儿子燕庄公在位的时候, 正好赶上奇环宫称霸天下的时代。 当时奇环宫作为霸主就带着其他诸侯国 帮燕国一起打山戎。 最后在各国的团结奋斗之下, 原本强大的山戎终于是被再次打回了山里。 而接下来, 当奇环宫撤兵的时候, 燕庄公又亲身相送, 一直送到齐国境内。 而奇环宫则是以诸侯送别, 不能送出国境为由, 直接把燕庄公送到的地方, 全都划给了燕国。 很多人读这段历史的时候都会单纯认为, 当时奇环宫是因为大度, 所以才会直接把地盘让给燕国。 这个想法其实是错的, 一个能够在春秋时代率先称霸的霸主, 会这么简单把自己国家领土 随随便便就送给别人了? 真实的情况其实是, 当时奇环宫给燕国这块地盘, 是为了让燕国以后更好地和山荣对抗, 同时让奇国彻底避免被山荣袭击。 如此一来, 奇国就可以更加专心去和其他国家争霸了。 从本质上来说, 奇环宫并不单纯是为了所谓的名争, 更是为了奇国的国家利益。 当然, 这对燕国来说也是一件好事, 毕竟白宋的领土不要白不要, 而经过奇国这次插手之后, 燕国在对山荣的战争当中, 也越来越占上风了。 所以数年之后等到燕庄宫去世, 他的儿子燕湘宫即位的时候, 燕国就又把首都搬回到北京那边了。 不过从燕湘宫开始, 接下来的一百多年里, 燕国的历史又是一片空白了。 因为在这一百年当中, 随着奇国那位奇环宫去世, 奇国开始内乱, 导致奇国很快丢掉了霸主地位。 而奇国衰落之后, 接下来进出两国大国开始崛起, 此后的近百年时间里, 整个春秋中期的历史几乎全是围绕着 晋楚争霸这条线来进行的。 在晋楚两个大国争霸的过程当中, 包括秦国和奇国这样的大国都无法避免站队, 其他小国就更是直接选边站了, 根本就无法置身事外, 唯有燕国不一样。 燕国因为自身特殊的地理位置, 和晋国有一小部分接壤地区, 和楚国那就完全没有接壤区域了。 这种特殊的地理位置导致在这一百年当中, 燕国和其他所有国家几乎都没有什么重要的对手戏。 当时主要和燕国唱对手戏的依然还是山容, 所以有关燕国这段历史的记载, 依然还是只有燕国自己会去记载, 其他国家根本就不会去管。 至于说到了春秋后期, 随着晋楚两国逐渐打累了, 开始停战, 东南地区的吴越两国又开始崛起了。 而吴越两国的争霸战, 虽然也卷入了当时大多数的国家, 但这两个国家同样还是和燕国天各一方, 根本就影响不到燕国。 所以在整个春秋中后期, 大家记载过的燕国发生过的唯一一件大事, 就是在春秋中期的时候, 燕国燕惠王在位的时候, 燕国发生了内乱, 然后齐国和晋国联手, 把燕惠王送回了燕国, 并且帮他平定了内乱。 除此之外, 燕国的历史基本上还是一片空白。 我们有理由相信, 燕国自身的历史其实是很丰富的。 而且, 燕国人也曾经如实地记录了下来, 但就是因为燕国长时间和其他国家没有对手戏, 导致燕国的历史只存在于燕国自己编写的史书。 所以, 等到燕国编写的史书被销毁了之后, 燕国的很多历史就成空白的了。 不过, 到了战国时代, 燕国的历史总算是开始丰富起来了, 因为到了战国初期的时候, 发生了两件重要的大事, 一件是三家分禁, 导致原本强大的禁国变成韩、兆、魏、三家。 因为地理原因, 韩、兆、两家和燕国并不接壤, 反倒是兆国和燕国接壤的多了一些。 尤其是后来燕国吞并了中山国之外, 更是和燕国有了大面积的接壤范围。 另一件事就是, 野铁技术逐渐成熟了。 野铁技术成熟导致燕国作为农耕文明的生产力进一步提升。 原本生活在山里的那些山戎人, 见到燕国生活确实不错, 后来就逐渐下山了。 原本强大的山戎就这样逐渐消失了。 而没有了心腹大患之后的燕国, 自身生产力又开始提升, 有能力大规模开发东北。 到了这个时候, 燕国的国力终于开始飙升, 逐渐提升到和秦国、 齐国、楚国这种传统大国一样的层次了。 进入战国时代之后, 战国初期, 由晋国分出的韩、赵魏三国组成了三晋联盟, 再加上当时三晋又开始纷纷进行变法, 尤其是魏国,变法特别成功。 所以,在战国初期的时候, 三晋联盟就开始横行天下, 简直比当年的晋国还要强势。 在这种局面下, 原本被遗忘的燕国就开始逐渐被大家想起来了。 比如秦国和楚国, 如果被三晋联盟进攻, 压力比较大的时候, 就会想着让燕国从背后偷袭一下, 减少自己的压力。 而齐国这边则是对燕国态度复杂。 一方面, 齐国需要倚重燕国, 让燕国帮忙给三晋联盟施压。 另一方面, 齐国还特别想吞并燕国, 因为当时和齐国接壤的, 主要也就是越国、 楚国、鲁国、 政国之类的传统二流国家, 以及三晋联盟, 再加上燕国。 这些势力当中就属燕国最好欺负。 齐国想要扩张, 燕国也是最合适的扩张方向。 所以, 在战国初期的时候, 燕国多次和齐国交手, 因为当时情况比较复杂, 其他国家也不愿意看到齐国做大。 再加上, 燕国本身的战斗力确实也比较彪悍。 所以, 这期间齐国也没讨到什么好处。 而接下来, 齐国和秦国一东一西开始夹击魏国, 很快就把魏国给打残了。 魏国残了之后, 昔日横行天下的三晋联盟也就成了过去式, 反倒是秦、 秦、 秦、 秦这三个大国开始各自称雄。 这种局面对燕国来说显然也有不少的影响。 之前, 三晋联盟比较强势的时候, 齐国需要燕国帮忙牵制三晋, 尚且敢多次进攻燕国。 如今没了三晋联盟的牵制, 齐国就对燕国的进攻更是步步紧逼, 当时又有苏秦这种纵横家, 不断游说各国。 在这个过程当中, 燕国虽然反复在合纵和联横的阵营转换, 但是最核心的敌人其实始终都是齐国。 毕竟像秦、 魏、 韩楚这几个国家, 当时和燕国也不接壤, 对手戏比较少。 赵国当时还没真正崛起, 唯有齐国基本上可以压制燕国党。 偏偏在这个时候, 燕国内部出事了, 大概在秦国已经完成商鞅变法, 到了那位秦桧文王在位的时候, 燕国这边换上了鸡块在位。 这个鸡块是燕国的第38代国君, 年轻的时候, 鸡块其实也非常有才能, 治国履正的能力都不错, 但是到了晚年的时候, 鸡块却开始逐渐糊涂了起来。 当时鸡块也不知道怎么想的, 硬是让一群纵横家的人给忽悠瘸了, 竟然认为燕国的所有问题, 都是因为他们家这一脉不够聪明。 所以接下来, 鸡块直接把王位让给自己的丞相子之, 谁都没想到这件事将会最终形成一场, 席卷整个天下的大风暴。 鸡块的这种做法就等于是一个董事长, 年老之后把自己所有的股份都转移给了总经理, 这种做法看似会对企业有好处, 但问题是, 其他股东怎么想? 尤其是董事长的亲儿子, 原本应该是他继承企业, 但是现在去让他爹把所有家产都给别人了, 他能愿意吗? 所以接下来, 燕国就开始内乱了。 随着子治上位, 接下来, 鸡块的儿子, 当时燕国太子, 直接联合燕国贵族对鸡块发起满功。 不过该说不说, 这个子治的能力还是很强的, 毕竟之前做了好些年的相国, 对燕国的控制还是很强的, 所以一番色杀之后, 子治竟然逐渐平定了内乱。 但是就在这个时候, 齐国人开始插手了。 对于燕国的这块地盘, 齐国人早就垂涎欲跌了, 尤其是此时的齐国, 正处于整个战国时期自家历史上的顶点, 早就像一举吞并燕国了。 所以接下来, 齐国直接大军开入燕国, 打着帮燕国复国的旗号, 占领整个燕国。 如果当时齐国能够很好地处理占领之后的问题, 说不定这之后就没有燕国了。 但是偏偏齐国军队进入燕国之后, 一路烧杀抢掠, 无恶不作, 给燕国造成一场浩劫。 如此一来, 燕国百姓自然就不干了, 纷纷开始起兵反抗。 与此同时, 那位战败的太子也开始向旁边的赵国求救。 赵国当时正是那位赵武凌王在位, 赵武凌王也不愿意看到齐国就此做大, 所以就出兵护送这位太子回国, 并且帮忙击退了齐国军队。 就这样, 燕国暂时转位为安了。 而赵国这边, 虽然当时也想控制燕国, 但是因为燕国百姓的抵抗比较强, 所以最后不得不放弃。 如此, 这位太子即位之后, 见到满目疮痍的燕国, 也知道燕国到了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 所以接下来, 这位新燕王就直接造了一座黄金台, 开始大色招揽人才。 此后, 大量人才开始进入燕国, 中最有名的一个名叫越义。 越义进入燕国之后, 开始帮燕国整顿军备, 而其他来到燕国的人才, 也开始帮燕国提升国力。 就这样, 经过这位新国君的提升之后, 燕国终于开始崛起了。 这位国君, 就是燕国历史上最重要的燕兆王。 经过燕兆王的历经徒治之后, 燕国开始崛起了。 此后恰逢齐国那边, 外交政策失误, 齐国自己独吞了宋国, 引来列国的仇事。 所以接下来, 燕国为了报仇就开始主动站出来, 游说各方, 希望大家一起组建联盟, 一起进攻齐国。 最终, 在燕国的带头下, 秦国和韩、 赵魏三国纷纷加入联盟, 组成了一个五国联盟, 一起进攻齐国。 在五国联盟的进攻之下, 齐国差点被打到王国, 而这一战, 也是燕国数百年历史上最高光的时刻了。 不过, 随着齐国逐渐沦陷, 对齐国仅剩下的两座城, 统领燕国军队的越义却并没有强攻, 而是选择为而不攻, 希望以此收复齐国的人心。 客观来说, 越义当时的选择其实是有道理的, 而燕兆王对他也足够信任, 所以全力支持他的这种行为。 但是几年之后, 燕兆王忽然去世了, 新即位的燕惠王并不信任越义, 上位之后马上就把越义给撤了回来, 而越义被撤换之后, 齐国马上开始反攻, 最终, 齐国直接收复了全部的实力。 这场战争固然让齐国损失惨重, 正是因为这场战争太过惨烈, 所以自此之后, 齐国再也不愿意和其他国家争霸, 一直老老实实养伤, 这也是为什么后来到了战国末期, 其他国家面对秦国的时候都坚持抵抗, 唯有齐国直接投降的原因, 因为这一战已经把齐国人给打怕了。 而对于燕国来说, 这次战败才是错过历史上最好的一个发展时机, 如果当时的燕国能够继续执行越义的策略, 彻底把占领的齐国地盘全部都消化掉, 那么接下来的燕国将会一跃成为 不逊色于秦国的顶级强国。 甚至完全有机会和秦国正面抗衡, 角逐最后的胜利者。 但可惜的是因为燕惠王这次换人, 导致燕国彻底溃败, 错过这个最好的时机。 等到燕国重政旗鼓, 再想卷土重来的时候, 局面可就截然不同了。 首先,当时齐国已经复国, 重新组织了强大的军队, 足以正面抵挡住燕国。 其次,燕国旁边的赵国, 此时也已经完成胡服骑射改革。 此时的赵国不可能眼睁睁看着燕国扩张, 而且,对于赵国来说, 赵国如果想崛起, 最好的办法就是团结三进联盟, 在西边挡住秦国的扩张, 然后先腾出手来, 彻底灭掉燕国。 而这个方案, 后来赵国也确实这么做了, 燕国则是彻底栽倒在这上面。 燕惠王这边, 自从退出齐国之后倒是也花了不少心思, 想要重整国力再出发, 因为当时齐国已经被打趴下了, 所以主要和燕国唱对手戏的就是赵国。 不过还没等燕惠王开始攻略赵国, 这就去世了, 而燕惠王去世之后, 他的儿子燕武成王即位了。 燕武成王即位之后, 因为秦国的崛起, 赵国为了安定后方, 不得不和燕国暂时修好。 但是没过几年, 赵国就和秦国爆发那场长平之战。 此战之后, 赵国被打到半残, 而且这一战之后, 战国历史也从七雄争霸, 转变为启灭六国。 这一战之前, 或许还有很多国家能够单独对抗秦国, 但是这一战之后, 就只有多个国家联手, 才能对抗秦国了。 在这种局面下, 燕国倒是觉得自己的机会到了, 燕国当时想得挺好, 既然赵国已经半残了, 那我们就从背后进攻赵国, 如果能吃下赵国, 是不是也能让燕国彻底崛起呢? 但问题是, 燕国没想到, 即便是半残的赵国, 依然不是燕国能打的动荡。 最关键的是, 赵国虽然在长平之战中失败了, 但是依然还有连颇李牧这样的名将。 然而燕国这边, 自从月异出走之后, 已经没有什么拿得出手的顶级名将了。 所以, 接下来的十几年里, 燕国这边的主线就成了燕国、 赵国和秦国, 三国之间唱对手戏。 燕国想吃掉赵国, 就势必要和秦国联手两面夹击, 而赵国想再度崛起, 就必须稳住秦国, 然后再吃掉燕国。 而秦国这边, 则是希望燕国和赵国内斗, 然后自己豫翁得利。 因为秦国的国力最后容错率比较高, 所以在这十多年里, 基本上就是重复这样一个过程。 首先燕国和秦国联合进攻赵国, 然后秦、赵修好, 赵国单独打燕国, 等到赵国被消耗得差不多了, 秦国再进攻赵国。 这样算下来, 赵国和燕国都损失不小, 唯有秦国得利了。 等到这样的过程重复了好几次之后, 战国时代终于迎来一个最重要的人物, 秦始皇正式亲政了。 秦始皇亲政之后, 继续玩之前这套游戏, 反正就是不断卖燕国, 让燕国和赵国消耗, 自己再去打赵国。 被秦始皇玩了一圈之后, 赵国很快被打残, 此时的燕国深知如果继续下去的话, 燕国肯定会被秦国吃掉。 那是, 如果能暂时拖住秦国, 让燕国趁势吃到赵国的残余室里, 或许还有得玩。 所以在这个关键时刻, 燕国想出一个非常有名的办法, 当时燕国太子秦丹想直接刺杀秦始皇, 以此来为燕国争取时间。 这就是历史上最有名的荆轲刺秦的事件。 后来的事情大家也都知道了, 荆轲非但没能刺杀秦始皇, 反倒是激怒了秦始皇。 此后, 秦始皇直接派大军进攻燕国, 燕国根本没法抵挡, 很快就节节败退, 丢掉了整个北京地区, 退往辽东。 又过了几年之后, 等到秦始皇解决了南方的楚国之后, 这时候秦始皇终于再次腾出手来, 派大军开赴辽东, 最终一战消灭了燕国的残余势力。 这就是燕国的历史。 随着燕国灭亡, 燕国自己记载的那些史书, 就成了所谓的野史。 后来秦始皇焚书坑入的时候, 把列国记载的历史都给销毁了。 如此一来, 燕国因为长时间和其他国家没有对手系的关系, 自然就导致燕国历史出现了大片的空白。 这就是燕国明明是战国七雄之一, 但是主要事迹却非常少的真正的原因。 不是因为燕国什么都没做, 而是因为燕国长时间和其他强国没有对手系, 而燕国的很多历史, 后来都没流传下来。